你 这么晚了 快睡吧 我想我妹妹了 还有她昨天来的那个女儿 你肯定那个小姑娘 是你妹妹的女儿 现在骗子那么多 先任你当亲戚 然后住进你们家 在卷上之前的东西跑了 你胡说什么呀 她肯定是我妹妹的女儿 你那么肯定 肯定 那个姚山梅 当年在内蒙 就跟我妹妹在一个生产队 她不可能骗我吧 田晓鸣 你找过姚山梅了 这不 她当时就是在 当时就是在街上碰到的 你放屁啊你 这么大的上海 谁能见着谁呀 你为什么背着我去找她 你说你为什么呀 你不相信自己家人 你反倒相信起别人来了 你看看这个地段 这么大的房子 你知道值多少钱呀 你要把那小姑娘领回来了 那老太太哪天心软了 认死我归宗 你哭你都来不及 那她要是我妹妹的女儿 她 这 这 这房子本来就应该有她一半了 你不要再胡说八道 我跟你离婚 睡觉 好吗 我把你给你帮我 好 我怕你这样 对 我应该来 不想再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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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顺利啊 是太不顺利了 高管的工作本来就少嘛 我没非说要找高管的工作呀 我是能试的工作都试过了 这不是第一天吗 慢慢来 你说找个工作怎么就这么难呢 难道真的非要从这个端盘子做起啊 刚毕业找工作都一样 脱一层皮 两层皮就行了 小 想的 真 真得巧啊 我 我正好刚过来有点事 想不到就碰到了 真够巧的 想的 我是想跟你说几句话 舅舅想对你和你爸爸说声 对不起 善明阿姨没有告诉你吗 我是绝对赞同你跟外婆相认的 外婆这个人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嘛 我觉得你们需要一个能够好好坐下来聊的情侣 好好坐下来聊 有可能吗 有可能啊 我 我 我安排了 这儿你把手机号给我 我方便联系你 舅舅 留我的也一样 这个 如果见了面 她要是又赶我走怎么办 外婆是最要面子的了 我把你们安排在外面 这样就是外婆再有火的话 她也不会发出来的 相信我 你保证 好 就这么定了 怎么 挺意外的是吧 舅妈 别呀 我什么时候有的外甥女儿 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既然你要是不想让我叫你舅妈的话 那咱们就应该算是陌生人了 那咱们就应该算是陌生人了 那既然是陌生人 那既然是陌生人 你这也不打个招呼就坐下了 挺不见外的 挺不见外的 这还挺伶牙俐齿的啊 这再伶牙俐齿 我还一见面就被人赶出来了 你说说你 早也不来晚也不来 偏在拆迁的时候来 你说不为了房子 你为了什么 贾女士 是你想多了 我跟我爸爸从内蒙古跑到上海来 就是为了认亲 跟房子没关系 那你听说过哪个贼说自己贼的 你什么意思呀 你说谁是贼呀 我什么意思 你听清楚了 你别跟我在这儿演戏了 我贾秀芳见过的人多了 你跟你那个爹打了什么鬼主意 能瞒过我的眼 你太小瞧我了 你呀还真说对了 知道吗 我们来上海认外婆 还真就是冲着房子来的 你听好了 从现在开始啊 我们跟你就不客气了 只要我认了外婆呢 这房子啊还真就有我一份 你想独占吗 没门 住口 好 妈 您怎么来了 真有你的 算提到我们头上来了 我告诉你 这个外婆呀 你认不了 秀芳 回家 妈 妈 您听我解释啊 我也不想听你说了 以后啊 你少和那个姑娘来吧 就是 别再找个巴尔郎进来 后悔来不及 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呢 就算是你舅妈说话难听 你也不能那么说她呀 咱不图人家财产就是不图 你胡说什么呀 我当时就是想气气她 她脑子里面除了房子就是钱 那么俗气 你那么说她 不把自己搞得跟她一样俗气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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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也是觉得 她舅妈那个气焰太嚣张了 不过 陈大 阿姨她跟你说一句 这个往后啊 说话还是得注意点方式方法 咱们这草原人哪 这说话就是直来直去的 一是一二是二的 不比这城里人 他们这肚子里呀 弯弯绕多 啊 好